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了一些不健康对于严慎文选情不健康的话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也放诸很多政党 我不觉得可能coco姐她可能有一些 因为她认为我是终身的国民党人 我是为党好啊 所以说我要把党里面黑暗的 看不见光的 甚至狗如盗照的事情要讲出来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 我真的不懂 这个我来讲 因为我还算有点半个当事人 钟哲良他好几次 就是传出来说 要把这个周一寇开除党籍的时候 因为周一寇这次 他以前选台北市长 离开了一段时间 国民党的党章是说 严重损害本党的名誉 这个就可以了 他重新恢复这个国民党籍 然后成为终身党员 那这次其实钟哲良找了他们的副主委 就是也是周一寇入党的推荐人 那其实好几次想要跟他沟通 沟通是说 能不能不要伤国民党 也就是说能不能在言论或节目的时候 不要伤害国民党 那但是呢 就是都很难 那有一次呢 有一次还在某个餐厅里面 就说他知道周一寇在那边 那钟哲良呢 是很主动的想要过去跟他 跟他谈个话 就后来扣姐调口就走了 就说也就大家看到什么三度 两度三度 对 那所以呢 他就调口走了 就说 这个时候大家 选钱敏感嘛 那不要见面也不要谈太多 否则被媒体一写的话 就很麻烦这样 所以包括什么 两度三度要开除他党籍 是真的 是中间就说有些人在施压 就很多人在厌队 当年对罗书人那个样子 对 对 因为这样的一个施压 就是包括了 包括了他 从这个去年的Playboy Mansion 然后到 因为这个事情又跟我有关的是说 包括宋耀明 宋律师 在今年去作证 作证说 联盛文确实当年 就是驻川普 然后跟Playboy Mansion 那个没去上课 然后呢 然后问他说 哎呀 那你都去哪里 结果他才说 你不知道 我去了一个Playboy Mansion 这样 这些过程 其实我 其实因为十几年前 我就听过 然后也很清楚 所以我让周一寇 直接跟宋耀明通电话 那这个过程呢 也造成了 对对联盛文选情的一个 这个民调 各方面的一个严重影响 甚至包括马英九 都会打电话 告诉宋耀明说 不要在Playboy Mansion 跟就联盛文的事件上面 造成他的困扰 那这些呢 都是这个 当然周一寇是坚持 就是说 其实就是那个 孙耀明所讲的那句话 国民党本来就不应该 培养联盛文 这样的人 来代表所谓的 蓝莹的新生代的政治人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因为当然国民党内自己 谁认为谁优秀 谁认为谁很差 这个都是现在党内的纷争 没有人绝对说 OK我就是比较优秀 你们这一群都烂人 可是你看到现在的情况 还是处于 处于内斗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包括了连家 这次在选后 崩解了 那现在呢 现在国民党内 到底是吴敦义 或是朱立伦 这两颗太阳 后面所连结的这些人 会在2016的 这个过程当中 谁又要倒 谁又要垮 不知道 可是呢 周一寇今天会讲出说 哎呀 这个 传出来说 这次选举 到底这个连家 到底这个 国民党高层 就有没有人搜 有没有人搜了 鼎心魏家两亿 我没有证据 可是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也太可恶了 因为魏家 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要去瞧 包括了 财产不要被假扣押 包括了 台湾之星 跟中家的处理 包括101大楼的处理 他都还继续运作 到底谁在帮他们 这个是 大家都想知道 可是呢 周一寇会有这个消息 我相信他放出来是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国安高层 就说 他绝对不是说 我丢这个东西出来 要让马金 你讲清楚 到底是谁 而是 连金都不清楚 到底是谁 然后呢 希望你们有在选举 就像刚刚议文所讲的 你们有在选举的人 这些人讲清楚 到底谁 到底谁在袒护 魏家 然后继续帮他们 当他们的门神之一 因为 鼎心魏家会用的门神 太多了嘛 也不会因为这个样子 而就代表说 原来马英九被说的门神 不是门神 因为那个也是另外一件 因为魏家 融络很多人啦 连我接到电话 连我接到 鼎心的关切电话 都是来自于民进党了 所以都有啦 就是他用的管道太多了 其实国民党的党级处分 基本上是有弹性的 刚才韦哲讲 这两个里长 就被党级处分 我拿我的例子 我在95年 被党级处分过一次 98年又被处分过一次 讲了什么实话 不是 我党他的政策性议算 我认为有问题 那从此之后呢 他就不党级处分我了 他就不怕了 所以就是在国民党级处 我可以针对党级 所谓的政策性议算 我可以投反对票 所以今年就发生一个事情 有一个党级议员 就跟党部抗议 为什么杨石秋不被党级处分 同样的案子 他投反对 他就要被党级处分 所以就是说 他会看你有没有免疫力 第一个 他被党级处分 第二个 他大概也知道 你手上大概知道一些事情 同样的 我希望他对周易科 周易科可能也知道 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有弹性 所以当我98年 那次被党级处分之后 这样99 100 当我同样的事情 我在犯的时候 他就不党级处分 而且只是跟你讲一件 石秋 这个案子照你的意思头 但你不要跟别人讲 所以今年就会有一个议员 抗议说 为什么他被党级处分 而杨石秋同样的票 为什么不被党级处分 跟你下令的人是 市长部主委 还是更高层 当时党级处分 我是国民党党团报上去的 所以我没有按照党团指示 那连续两次被处分之后 他发现杨石秋好像也不在乎 所以从此之后 他们只会跟你讲 那石秋你就按你的意思头 但你不要再跟别人讲 那我就从此就没有党级处分 这个弹性的说法 一个是刚刚你说的 你就不怕 反正我走自己的路 或者我手上有你的把柄 可是更重要的是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关高层的关系 对啊 看你是跟二楼的关系 还是跟三楼的关系 还是跟四楼的关系 对不对 你的关系不一样 那你最后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啊 OK 所以有的人可以放出两亿现金这样的风声 然后之前也可以说那么多的话 可以不受党级处分 那为什么 现在的主公会是谁啊 苏俊斌 苏俊斌也是谁的人马 谁的小朋友啊 是嘛 对不对 所以全部行管会也是他的人 主公会也是他的人 对 然后这个要出来做放话的也是他的人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大家就要知道 现在到底是二楼还是三楼 谁在主政 很清楚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我是 当然我也佩服这个杨石秋议员啦 他就说反正我就 我虽然是国民党员 可是我就做我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 结果就被干掉了 那这种状况其实在立法院也曾经发生过啊 有的人就被同样的投票 有的人就是被停权 对不对 有的人就没事 所以我说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所以一个这样的政党 我真的要拜托 朱立伦市长 未来想要做主席的人 一定要建立一套制度 如果这套制度不能用在你的身上 你也是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那换十个主席 可是按照吴国伟员的想法 结果也是一样的啊 自己都要打开末来修 他要什么 是有可能啊 是有可能 所以在我看来 我刚刚的话没有讲完 就是说 1月17号才投票 谁知道1月17号之前 这位所谓的准主席候选人 还要出什么新闻呢 到后来他都被逼着连选都不能选啊 哦 我们也不知道啊 让人不该想下去啊 我这个人呢 是有逻辑推理 跟喜欢做侦探的这种个性啦 所以我做这样子的一个铺陈呢 是要告诉大家说 很多的故事 是超乎我们写推理小说的人 所能想象的范围 嗯 哦 好 现场的气氛维持敏捷 那我们就进广告